好 馬上來關注一下 今天有9月10號 因為有蘋果跟華為的對戰 在對戰之前 美國是不是要替蘋果來助攻呢 他就端出了很多 要制裁中國大陸的一些法案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美國這些眾議員 他們現在又要推進 要對抗中國的一些法案 本週有超過25條 間接或是直接 跟中國法案的有關的 相關的這種要抗中的法案 有待審查 本週要來進行討論跟表決 甚至他們就講說 如果中國大陸未來犯台的話 要凍結高官的資產 這是在美國的眾議院 還無條件通過了這項法案 所以這是在替蘋果助攻嗎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一次的蘋果發表會 很多人在發表會之前就講說 這次跟華為對決好像看起來 沒有太多的新的亮點 那昨天發表會到底是端出了怎麼樣的一個蘋果新機呢 我們來看看iPhone 16的亮相 結果專家就講說 好像很難掀起新的換機潮 那當然他這一次主要還是他每次 現在新的一代就是會有一個新的顏色 可是更多人比方說像是我這樣子使用蘋果的人 我都不會去選新色 因為你退流行很快 你今年選了新色 你只能這樣子 好像這個Shoppa一年 然後你明年就馬上就知道你是上一代了 所以你用一個什麼黑色白色 你就用好幾代 大家都不會發現你換了 就是說這個好像都不會退流行 所以他雖然說這一次推出的像是金色 或是沙漠太金色 可是雖然說是很漂亮 但是很多人還是覺得說吸引度不夠高 甚至覺得他這個智能 就是Apple的智能 現在很多的關鍵功能要到明年才會出現 連出版的Chat GPT可能都不太支援 暫時也不會推出歐盟的版本 還有他的技術跟整理訊息通知 都不是跟對手足以批敵的能力 甚至很多消費者還不知道 你這個AI智能 你能夠蘋果版的AI智能 到底能夠為他們做出什麼呢 另外他們講說 這次有一個重大的新的變革 那是什麼呢 就是手機的側面多了一個按鈕 咚咚這樣按下去一個按鈕 然後就馬上就被大家給吐槽 就說原來我們看了一個相機發表會 因為他好像琢磨在說這樣子 一拿起來橫的就可以這樣按下去 這樣子拍照 拍照功能 所以網友就說熬夜了一個晚上 失望 了無新意 相機發表會結束了 那連美國的記者都實測說 這樣的一個AI的功能 他說還沒有準備好 有時候還會出錯 還會誤解文本的意思 甚至有時候摘要的是詐騙郵件 還會編造故事 他就感覺上面好像不是很靠譜 那這樣子的一個iPhone16 啊 這樣發表完之後 那股價的反應又是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些 這種網路科技網站的一些評測 他們說他們已經開始對庫克懷疑了 他說庫克是蘋果令人欽佩的領導者 但是他不是賈伯斯 iPhone16凸顯這又是更無聊的更新 產品沒有太大的改進 如果賈伯斯今天還在的話 蘋果早就在研發下一款 讓人們驚呼的革命性產品了 那蘋果的價格呢 就是股價 盤中還一度下滑了2% 最後是平盤作手 那就代表說市場上面好像並沒有反映出來 對你的期待感 如果說哇 是一個化時代的一個革命性的新品 股價立刻會反映出來 所以市場上面好像看起來也是這樣 呃 冷冷的這樣過去 那甚至在微博上面 他有一句詞條也登上熱搜了 是這個庫克他因為有申請這個微博 所以他有PO文 他講啥呢 他說iPhone16是最先進的iPhone 那就開始被大家造劇 那iPhone17也會是最先進的iPhone iPhone15也是去年最先進的iPhone 人家講說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 就說那畢竟是最新的一代 當然是最新的 所以就被這個網友群潮 就開始在那邊造樣造劇了 所以是不是太沒有新意 因此呢 現在中國大陸還全面下架了 這個iPhone15的這個販售 就說是不是要逼著大家去買iPhone16 所以有非常多這一類的討論 那反觀這個華為的這一個矚目度就比較高了 因為他真的是推出一個新的產品 過去我們看到折疊機都是這樣子對折而已 他這次是一個三折疊的 所以感覺起來好像真的是市面上目前還沒有見到這種產品 那今天2點半的時候就是在剛剛 余晨東出現了 拿著這個三折手機亮下 它現在是全球最大的折疊螢幕手機 展開可以達到10.2吋 那也等於是說還原了橫屏的這種完美還原 那大概它的厚度只有3.6毫米 目前預購已經突破了320萬人 那價格也曝光了 最低的價格 這個真的也是算是我們現在目前看到最貴的一款手機 2萬塊人民幣 16GB然後256GB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入門價 甚至最貴的要到23999元的這個人民幣 那他有推出這個玄黑跟黎紅兩種 紅黑兩款就非常中國紅跟中國的顏色這種定調 那我們看看外媒也在熱議 就是說因為蘋果現在已經跌出了中國大陸前五大的智能手機 那華為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他們的出貨量還增長了41% 所以是前五大品牌當中增長速度最快 看起來蘋果快要丟掉中國大陸市場了 那還有人家定調說 華為這次的三折機 等於是已經在折疊一目技術大戰進入到了下半場了 目前中國大陸他們的一些統計 2024的上半年中國大陸的折疊手機就銷售達到將近500萬部 同比增長了121% 那5000塊以上的高端市場份額甚至達到了13% 所以這一次這麼高價位的這種三折機可能在這個市場上面 目前光是預購的這個銷量 預購量的反映出來就是非常的超出大家的預期 已經超過300萬台了 那還有華為其實當年在8月份的時候就已經被人家拍到 這個余承東在搭機的時候手上拿的就是人家間諜照曝光 就是這一次要登場的這個三折疊手機 余承東就有講 這曾經是一款別人都能夠想得到但是做不到的產品 華為用五年的時間把這個三折疊手機給做出來 所以恐怕也要掀起接下來這個手機市場的折疊機大戰了 我們首先來請教一下帥將軍怎麼看 我比較 我先不談這個手機 我覺得美國眾議院進行的這個法案將來影響很大 這個不是針對華為手機上市 這個是鋪陳下一個美中對抗裡面的一個殺手劍 他表面上講是針對中國高官的私人財產 因為他講的比較隱晦 因為他已經有一個開創一個很惡劣的例子 就是沒收俄羅斯所有的財產 那沒收俄羅斯財產是很大一筆錢 那中國是更大的一筆錢 你算一算 中國的外匯存體 中國的美國的國債 還有中國人在海外的投資 跟這個商業的存款三萬億 而且他這個東西不只是美國凍結在美國國際裡面 你像凍結俄羅斯財產 法國也有 法國不是最近拿出來來支援烏克蘭嗎 所以這一個價錢三十萬兆 這是很大一筆金額 是對將來影響中國採取自主行動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它是很隱晦講高官的那個有幾個錢 對不對 比起中國華人在海外投資 不管你華人投資我們都借機會沒收 還有這個美債 所以中國大陸想撤出美債的腳步太慢了 到現在為止還是被人家捏著捏著脖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比較重視就是說他眾議院 當然這個法案裡面可以制裁 制裁華人的很多 包含各種關稅 這個商業行為 但是沒收財產這個 因為這是烏克蘭戰爭裡面開了一個全世界最大的惡力 哪裡可以沒收人家國家的海外資產 這對一個自由貿易的世界來講 這是一個很惡劣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覺得這個法案我們要仔細觀察它的後遺症 因為美國掌握了全世界一萬五千多家 這個銀行的這個操作系統 所以他做這個事情是很容易的 中國受到傷害也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比手機的操作 將來的後遺影影響會更大 對 好 我們來請教岳老師 我覺得美國的這件做法 畢竟註定說明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美國國會搞個什麼中國洲 其實叫反中洲還比較適當一點 搞了25條 我看了一下裡面的條文 這就想笑出來 各式各樣的 通通就是把你心裡的感覺說成話 然後做成條文 他沒有什麼實質的用處 因為美國的行政跟他們的立法是完全分開的 就是說他只是說自取其入 然後另外一點的話 我覺得他說的藉口是非常就是要沒收 但是我覺得中國本身來講 大陸會做好這個心理上的準備 就是說其實從2018年到現在的話 整整經歷過了六年的時間 那麼大陸一開始有一點說搞不清楚為什麼美國這麼想要跟中國脫鉤斷裂 現在搞清楚了 原來純粹就是為了競爭的關係 所以說要脫鉤斷裂 大陸早就做好這個準備了 我覺得高官也不會撒到就是說把錢放在那邊 而且事實上什麼叫高官定義也很模糊 甚至有點抽象你知道嗎 應該說是貪官的話 那麼這個講起來在大陸就已經抓得很緊了 這個事實上問題影響到底有多大不重要 但是的話這裡面 從iPhone16跟華為的折裂式手機一比較的話 確實出現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趨勢 第一個的話在如此打壓的情況下 華為總是能夠做出一些驚豔的產品 上一次的話我自己用了MAT60的手機的話 MAT60 Pro就是說可以感覺到說是 大家一直在猜說它的那個新 7nm的或者5nm的芯片是哪來的 到今天為止的話也沒有得到具體的答案 然後這一次的話又很明顯 相較於iPhone16的話 它裡面坐的位置 因為它是說它照相機 把原來排的那個像頭 這個次序顛倒了或是怎麼樣的話 就對大家來講的話 我覺得新的這個科技的產品 你只要讓人看得懂 看人懂 知道怎麼做的話就不稀奇 那個折疊式三層的折疊式手機 我算了一下 三層式折疊式手機拿手機承三倍 差不多有跟iPad差不多大了 那很不得了 像我現在伴隨著年齡增長 還有我帥軍在旁邊 眼睛上來講的話 我常常希望螢幕能夠大一點 對不對 常常會有這種想法 小字很吃力 對 很吃力對不對 所以說感覺上它在迎合了這個需要 我覺得華為能夠做出這些東西來的話 迎合需要就不怕價錢高 因為我們有需要 因為這個年頭的話 基本上有需要來決定你要不要購買 而且我們不會去買那些沒有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問題上來講的話 華為確實是一個非常爭氣的一個企業 其實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 在美國竭力的打壓的情況下 那麼這個華為本身的話 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是基本上 他們不說美國不好 第二個的話 他們說自己要加強加倍努力 強調危機意識 另外第三點的話 我覺得華為本身已經早就 已經做好了要自己單獨走一條 科技發展的道路 那麼這個的話 等於是美國逼出來的 如果美國沒有這樣逼的話 華為今天有沒有這個成就 我也是可以打個問號 好 來問一下黃老師 這個華為的手機大家已經討論很多了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看到 它不只是在手機 還有包括它在汽車 還有在所謂的AI的大系統方面 其實越做越多 這個就像岳老師剛剛講的 這個環境會逼著它成長 那我們常常講說生命自己會找到出路 華為它很努力的 在美國的圍堵之下 我覺得它至少 我從數據還有從報導看起來 華為現在逐漸站穩了腳步 為什麼呢 因為華為它知道 它如果陷在那些過去的模式 去跟美國 甚至跟南韓競爭的話 華為占不到什麼便宜 可是華為它走的是創新 革新的那一步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這個三折的手機 因為我也沒看到食品 但是如果它打開已經到了10寸多一點 然後它的厚度如果才不到4毫米的話 那確實這個質量上是很可觀的 而且它這個手機我印象中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華為它有那個花粉年會 花粉見面會 余承東他就當場宣布說 華為在明年也就今年 會有一項顛覆性的產品 剛才我們看到照片上面 它已經透露了一些產品的側照 果然這個三折手機 確實是領先全球的所有的手機廠商 這也是華為它在個人或商用手機裡面 它必須要突圍的一個正確的做法 另外最近其實大家都在講AI 華為在AI的投資還有它的創新 其實我們平常因為在我們個人的生活比較看不到 或許我們會忽略了 但華為它的AI為基礎的這種5G的系統 其實現在慢慢的已經發展到 譬如說不只是軟體 包括一些生產供應鏈 或者一些客戶運營的場所 甚至像礦產 教育界 金融界等等的 其實它希望把這個AI的這種大系統 不是只有給企業廠商用 還有包括給我們個人用 那這些都是我覺得華為他覺得說 我當然把課程擴得最大 這樣子我利益才可以創造的更大 你美國要擋我 除非你方方面面都擋得到我 不然我一定還是有出路可以出去的 所以我只能說 這個美國想說把華為一刀砍下去 可能讓它不死也半殘 可是現在看起來華為好像就算身上有傷 但是現在逐漸癒合了 那美國未來會怎麼看待 美國認為是眼中釘的華為 國會會不會還有另外的立法 我覺得這個都還值得觀察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光周忙回來 戰爲 勝利 失敗 失敗